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医生姐妹早安 早安 今天坐得满满的 那边有点痛苦 没有关系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因为昨天车上有人告诉我 我现在要学习很多东西 我看了很久 家里给我们设个这个 我发现我在上面咬来也好去 我们要学习新的 要赞福的 我今天想了很久 要怎么样来跟你们分享 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 中国人讲 一元复始 万象跟星 2016年结束了 这个上海到我这里讲的 The book is closed 对不对 你的这本账本已经关掉了 没有机会再回去了 有一天你在看到这个账本的时候 是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 要把2016年打开来给你看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T 喝的那个茶记得不记得 What is T 不惜一下下 T 第一个是什么 全部还给我 所以我跟你讲 路师这个工作是不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讲完了以后 你回去就忘掉了 你下礼拜再来讲 Java Security is very good T 是什么 第一个 Thanksgiving 为2016年你来感谢这位上帝 第一 Thanksgiving 第二个是什么 Examination 是什么 是信查 我们的自己 对不对 警察 我觉得这个 我不需要太多的复习的时间 第三个是什么 Accountability 要交账 你2016年账 全部要交清楚 所以我想的OK了 因为我相信我讲完了 你们都做了 感谢主 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意向 新的使命 有新的恩高 过去很好 没有错 但是过去怎么样 已经过去了 也不会再回来了 对不对 未来在主里 会有更好 更精彩 更丰盛 而且更美好的一年 这是主耶稣允许给我们 我们要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你们 也许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给你 或是这个世界告诉你 明天会更好 明天不一定会更好 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允许 是没有感变的 是肯定的 但是 有的时候 我们常常 沉免在过去神的作为 作为我们 在经验当中 很多的好的东西也好 我们不愿意向前 去得到那个更美好的未来 向前前进 只愿意停留在过去 对神的经验和敬意思想当中 我们说 我们不知道 这位上帝 是做心事的上帝 上帝是做心事的上帝 所以我们要来读两个圣经节 来 诶 楼上也睡着了 对不起 来 马大福音9章17节 我们一起来念 好不好 来 预备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若是这样 皮带就裂胎 酒漏出来 甜皮带也坏 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两样就都保全了 最后一句话 我们再念一次 因为最后一句话最重要 因为唯独嘛 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两样就都保全了 第二个圣经节我们再来读 第二个圣经节 来预备 以赛亚书43章第19节 来预备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这个从品极年龄的观点来上 是很困难的 知道我的意思吗 但是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情 而且上帝做的事情都是什么 看啊 我要做一件什么 心事 心事 我们的神每天都在做心事 每一年都在做心事 对不对 而且他的心事是什么 Hello 是我们没有办法想像到的 不要 Limited 你可以做出来一点 这样子我也可以看到你 躲在身后面不好 我们的神做的心事 都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想像的 今天基督徒太多的神额离 用我们自己的Limitation 来看这位上帝 不知道这位上帝 是一个做心事的神 是一个今天还活着的Living with God 而且他所做的事情都是非常 我们认为impossible的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他可以成就 你看看 我们Lars Vegas 最能够体会这两句话 对不对 什么叫做在旷野开道路 没有路的地方 在旷野的地方 上帝要开道路 所以你们才能够到Lars Vegas 走I-15就来了 对不对 旷野 这整条路上都是旷野 对不对 而且要在沙漠里面什么 开江河 天哪 这怎么可能 沙漠就是没有水嘛 怎么会有江河呢 但是我们有一个 全美国第二大的 叫做什么 Servano River 对不对 可以发电可以灌溉 他在沙漠要开江河 在我们这里要做新的事情 要做人不能做到的事情 那么问题是在我们 在这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位上帝 要做个新的事情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招臣 我们看见你说你要做新的事情 就是你要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主你所要做的事情 跟我们心里所想对你的 这个经验是何等大的差距 主今天招臣帮助我们 能够来明白 主要我明白 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 新酒不能装在旧皮带里 主要今天招臣 我们重新来认识 你所教导我们的这个比喻 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两样都得到保全了 主要我们来认识新酒 认识新皮带 怎么样能够符合成为 你所使用的器皿 在这2017年 在这2017年 在这新年的第一天里面 我们将每一个人带到你的面前 你今天早晨 将你的保血在这里划定界限 主一切在我们的心里面 阻挡我们来接受上帝的话的 奉耶稣基督的灵今天 从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挪开这些 让我们的心渴慕你 像路窃目熄神一般 主要让我们的心渴望 得到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信心的人力 让我们的心渴慕你的话 真的是好像干旱的 你汉语一般的 祝孩子软弱 将自己交在你的手里 不是孩子能讲 孩子什么事情都不能 但是借着软弱的孩子 你来把你的话语 让你向你的百姓来讲清楚 而且说明白 你来向每一个你的儿女来说话 保守我们在讲台上所讲的 让讲的跟听的 都在这个圣灵里面 我们一同来受教 将管底下我们的时间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所以我刚才讲 很多的时候 我们喜欢旧的东西 我们停留在旧的 好的回忆里面 中国人讲什么 好汉 不体当灵友 你听到一个好汉 开始讲他以前多么伟大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怎么样 他老了 前面没有什么前途 所有的前途都在后面 所以他只能讲这个 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一个神 我曾经问过 请过人家 在聚会里面 很容易请人家说 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弟兄 替我们分享一下 今天上帝给你的恩典 结果他做了一个见证是15年前的 难道上帝今天没有做事吗 有 有 对不对 有 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看这个事情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只要留在过去 2016年 不管是好的 有很多好的 但是我们每次讲的都是过去的 难道今天上帝缺席了吗 上帝不是一个活着的上帝吗 他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要做什么事呢 有没有思想过 我们只要抓住过去 我们就没有未来 就是我们老了 我们没有成长了 不断成长的生命 小孩子他不会想过去 小孩子他一定想 将来我要怎么样 假如你不讲将来的话 你的属灵的生命 还没有长大就老了 知道我的意思吗 那是很可怕的 等一下我会讲 一个属灵又老又丑 又不长进的 也是很可怕的 所以 这里 我今天早上要用这个 来跟你们分享 新酒要放在一个新的皮带子 新酒没有办法 装在一个旧的皮带里 装在旧的皮带里面 它就会毁坏掉 也是讲了很多的比喻 你知道吗 比喻是什么意思 有很多人是乱比一通 你要明白 耶稣讲这个 比喻的这个故事是 这个意义是什么东西 比喻的意义跟使用是怎么样 借着相同的样式 在眼见的世界当中 所有的事物 来表达那个肉眼无法看见的 属灵真理的原则 这样不会太抽象 不会喔 你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是没听懂 对不对 比喻是什么 比喻是用很简单的 我们看得见的东西 来表达一个 那个在祂的属灵的真理的里面 我们所看不见的那个真理是什么 耶稣常常用很多的比喻 对不对 有没有用撒种的比喻 有 知道撒种比喻的是谁 路旁的 如果在路旁的 又有来飞鸟 是不是反而吃掉 因为它肚子很饿 冬天又没有什么东西吃 所以没有人冬天去撒种的 冬天去救激那些鸟的 对不对 有撒在土浅的石头地上的 有撒在荆棘里的 那么这个种子是什么 是一个比喻 种子比喻什么 神的道 对不对 撒进去了以后 对不对 所以耶稣怎么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 有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这个撒种的比喻是 第一个是 不明白真理 二者就把他的种子 撒的种子夺走了 就是撒在木旁的 被鸟吃掉了 第二个是什么 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但是土浅 所以根长不下去 那么就是表示什么 他没有根基 他听了上帝的话 很喜欢 但是一步到逼迫 一步到困难 他就give up了 没有了 第三个是什么 撒在荆棘里面的 他就被夹住了 被这世上的施力 什么 钱财 迷惑 挤住了 你至于上帝的道 没有办法在你的生命里面长出来 耶稣讲很多比喻都有解释 对不对 我常常跟你们讲的 拜子跟麦子的比喻 耶稣有没有解释 有 对不对 天使去撒这个种子 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 一样的意思 白天去撒 晚上的时候有仇敌来 撒坏的种子就是拜子 你知道拜子不会结果子的 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然后就一起到白天的时候 就一起长起来了 长起来的时候 耶稣门里就说 哎呀那怎么办呢 那人就问这个家族 所以要不要现在把它拿起来呢 他说不要现在拿起来 然后耶稣就解释了 这个拜子就是仇敌撒的坏的种子 麦子是好的上帝的种子 那么现在不要拿起来 要什么时候拿起来 要到世界末了的时候 天使要来 把义人从神的国里面找出来 坏人在那里混的人 把他分别开来 拜子要收到仓里头去 麦子要捆成什么 一捆 烧掉了 所以这就是世界末了的时候 神要来审判 我们有结果子的麦子 跟 跟 跟基督徒的拜子 看起来很像 外形很像 但是里面的果子是没有的 耶稣有解释 请问你 耶稣有没有解释刚才那个比喻 八 新酒装在新品子里面 耶稣没有解释 那你们自己想像的 耶稣没有自己亲自解释这个比喻 那么我们既然一找这个比喻的 道理在哪里呢 你假如看 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时候 有三件事情发生了以后 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 知道你的意思吗 好 我们先看看这个前面的 耶稣设定这个比喻的背景是什么东西 那么我已经给你解释 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东西了 耶稣没有特别去解释他的背景 没有解释这个比喻是什么 但是从他的背景里面 为什么主说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说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东西 从这前面三个事情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什么 耶稣讲这个话的原因 三个我是想说 所以这三个应该叫什么 三个旧皮带 好 我们看看 第一个得医治的贪子 这个圣经节很长 你打出来就好了 不念了 你就打过去就好了 我会告诉你 第一个事情发生是 耶稣的医治的一个贪子 在别的地方里面都有讲 这个贪子怎么样 没有办法去 知道耶稣可以医治贪子 耶稣可以医治人 但是人太多了 没有办法去 所以交朋友很重要 这时候就发挥更用了 他有四个朋友 把这个贪子抬去了 人挤得满满的满屋不像我们 我买很多位置 你不要拆这个屋顶 那四个抬的人 没有办法进去 让耶稣医治他这个贪子的朋友 所以交朋友 要交他这种朋友才有用 他们就把屋顶拆了 从屋顶上 把他垂下来 把他垂下来 耶稣怎么说 耶稣说 你们这四个人 可能是四个人 因为海嘛 两个人比较吃力 我们就讲到四个人 你们这些朋友的信心 真的是有信心 你们这朋友的信心 救了他 所以耶稣就告诉这个贪子说 你的罪可到赦免了 哇 那些当场的法利赛人文师 嚇人一跳啊 他说 哇 这个人说了什么 潜望的话 有没有看到 这个人说了潜望的话 他有什么权力可以赦免人的罪 哇 这个不得了的事情 下来耶稣做的事情更厉害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 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者恶念 或说你的罪赦了 或说你起来行走 哪一样容易 对我们说话的人来讲 说你的罪赦了 真的讲的我也不晓得 说说就算了嘛 不要当真 这是比较容易 耶稣下面做一个事情 让他们跟吓一跳 耶稣说 起来 拿你的肚子 回家去吧 那他们就起来 回家去了 很听话的 那个贪子就起来啊 就回去了 这个事情更大了 这些法律商人你们不能接受 不能 不能接受 为什么不能接受 你有没有想过 不是吗 不是面子 他们对上帝的认识 他们里面装的东西 他们这个旧品带装的东西 是什么 是律法 是律法 你们的奖战 他们头脑里面想着 没有人能够设罪啊 不得了啊 没有人能够医治人啊 但他们不晓得 他们所相信的 这一位上帝 借着耶稣基督要表达出来什么 上帝的本性 神是一个医治 而且愿意赦免人的上帝 神就在今天 要彰显出神的工作出来 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 他们相信的神是什么神 他们相信的神是律法的上帝 他们相信的上帝是什么 是他们历史当中的上帝 也是很伟大的 但是他们不活在那个时候 他们相信的是摩西所传的十戒 罪的人不能得到赦免 人都有罪的 你哪有权柄 叫人家罪得到赦免 但是他们不知道 耶稣来到的时候 耶稣是谁 他们活在他们的历史 跟他们的律法的里面 他们愿意死掉了这一位 又真又活的神 来到他们的当中 知道我的意思吗 他的皮带装的是律法的东西 上帝是一个愿意医治和赦免人 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 而且上帝是今天要来做这件事情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文士法利赛没有办法接受的主耶稣 是这样的一个 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上帝 这一位上帝 主耶稣有赦罪的权柄 而且有医治的人力 他悟念那个时候 怜悯那个人的需要 使他能够得到医治 其实不是没有人讲 只要你看第九章前面的话 好 耶稣出来的时候 已经行各种的神迹 他也怎么样 实习也为他做见证说 这是神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孽的 这是上帝的儿子 我就作证 作证见证说 这是上帝的儿子 他也赶出污鬼 他也平静风与浪 风与海 他赶出污鬼 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 的身份跟他的权品 但是 那个时候的文士跟法利赛 他们活在哪里 活在历史的上帝 活在过去上帝所做的事情 They don't expect 今天上帝还做事 今天上帝还要赦免人的罪 今天上帝还要医治人 你所相信的上帝是历史的吗 还是你所相信的上帝 今天仍然是做新的事情 你们 问你们 刚刚你们回答 你们说 那张若夫没有回答的样子 对不对 律法的旧皮带 无法装进去 被装进去这个 耶稣的这个新的酒 It's too powerful 这个耶稣太有能力了 律法的皮带 接受不了这个新酒 回到我们刚才的圣经见练 第九章第一件事情发生 第二件事情 我那是想的稍微快一点 第二件事情发生是什么 耶稣跟呼召马太 马太在碎关上坐着 耶稣说你来跟随我 马太就跟随了耶稣去 然后 马太为什么 耶稣办了一个很大的什么 在家里 房子大概很大 办了一个宴席 请很多他的朋友 税吏的朋友来 请很多当时的政府的官员 都来 因为怎么样 因为他很高兴 请这些朋友来 要跟他们分享 这一位改变他生命的 主耶稣基督 OK 这个里面就讲了 你知道他们文士法律师 又有意见 他们意见是什么 他们的comment是什么 你们的先生 为什么跟罪利和罪人一同吃饭呢 这么多人都可以吃饭 我们也可以跟你请去吃饭 没有问题 你为什么你们的先生 说是上帝的儿子 是耶稣基督的弥赛亚 怎么可能跟这些什么 罪人 税吏 税吏 税吏是留在人最痛恨的 因为罗马的税制是什么 是包给人家的 这一个城市这里面 你交一百万的税给我 那我给你一张授钱书 你可以去向他们征税 罗马征三种税 我没写下来 不太记得 有一个是人头税 有一个是各种货品的税 反正交税 税要交多少由这个人决定 他假如要交一百万给罗马 罗马政府的话 你想他要收多少钱 200万 摩根会收200万 至少要赚100万 所以这些税吏是被犹太人 非常痛恨的 因为他们是卖国贼 他们是帮罗马政府来欺负犹太人的 他们跟税 税吏的等级跟妓女 跟撒马利亚人是同一个等级的 他们不跟税吏有交往 更不用说吃饭了 那么耶稣偏偏去找了这个税吏 在他家去吃饭 而且还很多税吏一起来 他生事不够 对不对 你想想看 这些文字反而受得了吗 受不了 受不了 为什么受不了 又不是他命中在他受不了 他受不了 因为他自以为自己很好的 不会跟这些人在一起的 对不对 文字跟法律在人自以为自己是人 自以为义的 我是上等的人士 我熟悉这个 我每天都禁食 等一下会等到禁食 我每天都禁食 我每天都禁食 我每天都祷告 我是属灵的基督徒 今天也有一样的 对不对 怎么会跟那些人在一起呢 注意看 这个世界里面 耶稣要表明上帝的一个本性 上帝是痛恨罪恶 但是耶稣上帝是爱什么 罪人 否则我们哪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没有机会 不是说上帝要罪 上帝痛恨罪恶 跟上帝去爱那一个罪人 像我们今天一个人一样 所以他有怜悯 他有恩典 对不对 耶稣说什么 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 没有病的人健康的人 不需要医生 你认为你很健康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健康 你认为你不需要医生 人家有病的人需要医生 对不对 我来是要招什么 罪人 不是要招义人 对不对 我喜爱连信 不喜爱祭世 对不对 我来不是要招义人 你自以为义 上帝不需要你 你也不需要上帝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 上帝有没有看你是义 是你自己自以为什么 义 那是最糟糕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你认为 耶稣要表达的一个什么 一个新的酒 所代表的是什么 一个新的生命 那一位爱人的上帝 那一位要来拯救罪人的上帝 那一位喜爱连信 不要济世 你知道济世是要杀 养 上帝并不喜欢 上帝喜欢的是要连信 人 这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 上帝爱这个罪人 因为什么 神愿意赐恩给人 怜悲是向审判发生的 主耶稣来 祂说我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我来也不是要救义人 我来是要什么 救人 要什么 救服事的罪人 我来是要救服事人 而且舍命做多人的暑假 要来拯救这些有罪的人 我来不是遭义人 所以文士在律法历史的宗教当中 没有办法明白上帝 居然是爱罪人 而且连信人的软弱 他们以追寻自己的 追寻律法为义 所以这个是一个旧的皮带 旧的思想 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拒绝 这是第二个事情 第三个事情 我们要趕快 第三个事情是讲到禁食的时候 新郎离开才禁食 我花少一点的时间 第三个是什么 传统的旧皮带 什么是传统 犹太人都禁食 而且常常禁食 而且用禁食来自花 但他们禁食做的事情 不是圣经讲的事情 所以他们认为 禁食是遵守律法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我们要禁食 但是 当这位上帝 来到人间的时候 住在人的当中的时候 那时候要禁食 耶稣讲什么 新郎跟所有人在一起的时候 在犹太人的婚礼里面 他们一个礼拜的时间 吃吃喝喝 所有的 规定什么东西 礼仪都可以置之度外 只要大家欢喜快乐 在这个宴席里面 置像斯维格斯的咖啡一样 流水洗的 一直吃 一直吃 很多的 阿拉伯人也是这样子 我有一个朋友 阿拉伯人 她说她去参加一个 朋友的 女儿的一个婚礼 吃了多少只羊 她那天 有一次吃饭跟我 跟我太太吃饭 她说 我去的时候 送了三只骆驼 还是吃了三十几只羊 一个礼拜 就是流水洗 一直吃 他们是欢喜快乐的 新郎在的时候 这个欢喜快乐的 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是我们要欢喜快乐来 enjoy他的同在的时候 不是要禁食的时候 新郎走了才要禁食 但是犹太人 文字牌下 他们活在那个传统的里面 他们认为我要禁食 反而离开了上帝 给他们的恩典 那是一个传统的旧皮带 在这三件事情发生了以后 耶稣才讲到这个比例 他说什么 他说新酒要装在新的皮带里面 新酒不能装在旧的皮带里面 新酒如果装在旧的皮带里面 旧的皮带也会什么 坏掉 我没有用了 酒也会漏光了 所以新酒必须装在新的皮带里面 才能够得到保全 才能够全部安好 第二大部分 第二大部分 我们来讲 新酒必须装在新的皮带里面 今天我们使命的意义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 古代的时候 没有这种塑胶的container 这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特别是在西方 所以中国的陶瓷器 中国的陶瓷器人家都很喜欢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知道做这些东西 这么精致 以前他们的酒是装在哪里 羊皮的袋子里面 他们用沥青把它封起来 留了一个口 然后把它封住 把酒方军秀 把它封住 新酒是什么 是非常强烈的一种酒 因为它会继续的发酵 它会继续的什么 不断的膨胀 古代装酒 所以在皮带当中 这个存放以及膝带方便使用 那么为什么旧皮带 没有办法装新的酒 因为旧皮带的这个皮 已经用过了 它已经撑开来了 它已经老化了 它已经没有韧性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用过了这个旧皮带 旧的东西 旧的思维 旧的想法 它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 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承受 从上帝来新鲜 新的东西 所以他说 耶稣用这个比例来说 旧的皮带 没有办法承受新的酒 会完蛋 所以什么样 新的酒进去以后 它太强烈了 它会继续发酵 我刚才讲过 渗入这个皮的里面 旧皮带因为已经 横占过了 已经疲乏了 没有韧性了 所以它就会毁坏掉 它就会破裂掉 这个比例在本质上 在过程上 它所代表的是 属灵的意思就是 上帝 新的事物 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没有办法用 旧的思想 观念 历史 文化 属灵的经验 要去衡量这个东西 要去commentate 去容这个东西 容不住的 那么 皮带代表什么意思 皮带 是 能够装这个酒的 这个皮带 中国人讲 人就是一个什么 臭皮囊 不要说臭好了 我们就是 观念都是皮 而且都是什么 真皮 不是个人造的 我们人就是一个皮带 这皮带里面 因为上帝的什么 恩典 人力 上帝的 使命 上帝的恩膏 要进入在我们的 这个生命当中 这就是一个皮带 基本上来说 那么我们能不能容许这个皮带呢 新酒是新的 皮带就是必须新的 我们就是这个皮带 要承担神 新酒的一个器皿 没有器皿 上帝的恩典跟祝福 没有办法传定出去 所以这里讲到的 这一个比喻的解释 新的酒 放在新的皮带里面 预表着 2017年是新的一年 2016年已经过去了 不会再回来了 book is closed 记得 对不对 new book is just open 你可以是空白的 你可以写上面的 在新的一年里面 神要给我们一个 新的立项 神要给我们一个 新的使命 神要给我们一个 新的恩膏 神要给我们新的祝福 意向是从神来的 有了新的意向 我们知道怎么去做 就是我们的新的使命 使命又从意向而来 要完成这个使命 所需要的 上帝中的能力 是新的恩膏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这些新的 要放进去 我们这一个 2017年的什么 新新的一代 对不对 事情才能够成功 假如你今天用去年的想法 去年上帝这样做 今年可能也会这样做的话 你的皮带为什么 会破掉 说起来很轻松 但是会很凄惨 所以对这个新皮带 有一个要求 有一个qualification 神的工作要完成 神乐意 也需要人跟他同工 虽然神可以自己完成 神也可以叫很多的天使 来做神的工作 来完成上帝的工作 但是怎么样 但是神没有这样做 神乐意把我们提升到 与他一起同工的这个地位 以至于我们以后 可以与他一同做王 这是何等尊贵 何等荣耀的事情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特权 上帝没有给天使 上帝天使只是服役的灵而已 对不对 他说人算什么 你早已经健库他 你叫他比天使 暂时现在微小一点 且吃给他尊贵 荣耀跟权品 所以我们是这一个 被神所预备的器皿 我们是这一个新皮带 OK 所以神乐意使用 来完成他的旨意 跟他的国度的工作 但是他却不是随便用一个人 怎样可以成为 何神使用的器皿 是有要求的 是有条件的 这就是新皮带的条件 今天我们最重要的部分 我跳过的B很快 B讲过去 因为今天有盛餐 所以我们时间比较长 好 摩西 还没有可以被神使用的时候 还没有达到神所要的器皿的标准的时候 神有没有用摩西 没有 神没有用摩西 当神认为 当摩西认为他很厉害的时候 他学了请爱情一切的知识的时候 他可以do a lot of things的时候 神没有让他用它 神把他送到哪里去 换而言 算来换而言 送了几年 四十年 四十年 神还是很有耐心喔 是你是我的外国受不了的 神等了四十年 等摩西等了四十年 等到四十年摩西成熟了 摩西可以合乎这个新皮带的要求 合乎这个qualification 这个资格的时候 神呼召摩西出来 但也是连诸埃及 多艰难 多痛苦的一个工作 对不对 所以神不随便使用人 神预备这个器皿 我们这个器皿 要被神所使用 能够存在这个神的新酒的新皮带 我们用我们的标准 第三个部分 属灵的新皮带的要求 第一个 必须是新造的神 这个地方我们来读一些圣经节 什么叫做新造的人 就是被神所拯救的 有一个新的样子的 圣经说什么 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 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 所以第一个 成为这个新的皮带的 第一个要求是 我们要成为一个得救的 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 从里到外 一致是新的 是洁净的 是这样才可以被神所使用 我们看第二个圣经节好了 岂不知我们的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 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 和他同定十字架 使罪生灭绝 教父再做罪等无苦 所以一个新的皮带 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刚才我们讲的 我们受洗 基督耶稣基督 是使我们的救人 跟他同定十字架 使我们有一个新的人 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好像基督耶稣 借着父神的荣耀 从水里出来的时候 我们成为一个新创造的人 我们再看以新结书 这里提到的 新的人有哪些东西 神给我们哪些新的东西 一起来念好了 来一杯 敬 好 以新结书这里讲到 一个人得救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哪些东西是新的 第一个是什么 新的新 第二个是什么 新的灵 然后再从肉体中 除掉石心 是给你们那个肉心 是不是也是新的 也是石头 变成肉 对不对 然后将我的灵 就是圣灵 上帝的生命 放在我们的里面 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所做的新造的人的 制造过程 OK 所以第一个 赐给我们一个 新的心 你知道旧约的时候 这些 立法的时候 神的手 写了十件 刻在哪里 石板上 到新约的时代的时候 圣灵 把神的话 神的律法 刻在哪里 心板上 新约是不一样的 是一个全新的 有一个新的心 然后把什么 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 在伊甸園里面 在亚当夏娃里面 吃了那个 分别上次的果子 他已经死掉了 那个灵 使我们重新恢复 梳醒过来 然后 把我们 刚硬的 这么多年来 亏欠人的 亏欠上帝的 这些 刚硬的 麻木不仁的 被热铁烙灌的这个良心 石头的 一样硬的 把它去除掉 有一颗 能够再重新感觉到 上帝的爱 能够再重新感觉到 没有任何亏欠的 一颗肉的心 射给我们 然后 最后 把上帝的生命 固在我们里面 那我们每一个人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那我们使我们能够 重生得救 所以第一个器皿 第一个新的皮带的要求是 我们要成为一个新创造的人 我们旧的都要让他过去 你知道意思吗 新皮带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是人人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 借着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得到 得救 神爱世人 甚至要他独生的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敢得永生 所以人凭着自己救人 所有的血气行为 自己认为自己的聪明 自己认为自己的智慧 不能够接受上帝的这个恩典 所以第一个 这个新皮带 要成为一个 是一个新造的人 从耶稣基督里面 重生的新的人 还可以成为这个新皮带 那么新酒才能够放进来 这是一个qualification 第二个 这个新的皮带 必须是日日跟新的 什么意思 今天换新 天天换新 每天都有新的女朋友 我们讲一个故事 以色列人他们出来 警察他们吃什么 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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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拉是什么东西 马拉 马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没有吃过的 你知道吗 马拉 每天早上 你可以去捡 神告诉摩西说 叫以色列人去捡 按照每一个人的分量 每天早上去捡 捡完以后 方便要吃掉 除非到安息日 那我们讲正常的时间吃掉 有人不听话 万一明天没有怎么办 今天多捡一点 中国人一定会这样多捡一点 中国人每次有的时候 都想到明天 后天 有的时候都想到儿子 儿子想到的 再想到孙子 对不对 这就是中国人 对 对 很好 好 就有人多捡了一点 留到明天 一过夜以后 就错掉了 所以马拉是要怎么样 将心一蓝天 要每天捡的 每天都是新的 上帝不给你旧的 都是新鲜的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 日日更新的新的生命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个 新的皮带里面的 第二个要件是什么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要每天不断的更新 你知道的意思 每天不断的更新 不让旧的东西 上帝不会常常用旧的东西 我们先把圣经读出来 罗马书十二章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新硬更新而变化 叫你从残念而为神的 善良 存浅可喜悦的指令 所以这里讲到是什么 第一个 我们这个生命要成长 我们是需要不断的更新 你知道你长大的时候 每一分钟有多少细胞被更新吗 几亿个细胞死掉 又几亿个细胞重新出来 这就是生命就是不断的在更新 会长大的 基督教徒是不会长大的 也不需要更新的 那么成为一个上帝的器皿 被上帝的新酒要放进去的新的皮带 这一个器皿需要日日更新的生命 才能够承受 不能靠旧的 来我们来看这个圣经节在哪里 请你们念 来 预备 预备 每一个早晨 这都是新的 你的城市极其广大 每一个早晨 我们到上帝面前来 我们都是一个新的 上帝给我们新的恩典 上帝给我们新的恩高 上帝给我们新的认识 我们活在新的里面 这是基督徒的更新的生命 更新的生命从哪里开始 每天早上起来读经 看神的话 让神的思想 让神的话 进入你的思想当中 心意更新而变化 你的思想决定你的行动 你会怎么做 因为你这样想 你的行动决定你的什么 常常讲 一个人做21次以后 他就有这个习惯 habit 每天都会做这个事 你不跟他讲 他也会去做这个事 你每天早上5点起来祷告 21天以后 第22天 你5点钟就会起来 你就会祷告 习惯久了以后 就变成你的什么 个性 你的这个人就是这个个性 你的品格 你的品格 就会变成这样子 你的品格 只有决定你的Destiny 你的终点智力 你是怎么样一个人 所以思想的改造很重要 早上我跟主任学学生讲 我说共产党 为什么会把国民党 砍到台湾去 思想 思想 共产党很注意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 不行 送信 思想改造 改造完再回来 你就跟我们想法 目标都一样 先不说对错 所以 蒋介石 激起了这个伟大的 失败的教训 他到台湾去 第一件事情 创立的是什么 政治作战 在福星纲 创立政治作战学校 从此以后 我当过兵 一个连里面一定有一个什么 以前是连长 副连长就很大 现在就多了一个什么 舞蹈长 玩什么 玩思想教育 你不要看这些人 这些通通都是从神经学去的 思想最重要 你要让你的生命有改变 你的思想先改变 你的思想要改变 改变到哪里去 每天每天早上 允受上帝的话 进入到你的思想里面去 你发生争战的时候 你放弃你的旧的思想 旧的观念 旧的价值观念 把上帝的话 放在你的生命当中 上帝的话的人力 在你的生命当中 出来 就改变你的行为 阿们 阿们 天天要更新 旧的不好 旧的没有用 我刚才讲的 请他做一个见证 他说他15年前的美好见证 讲的火火毫非 我非常感动 是很感动 是很感动 没有做 我也没有说不好 今天15年来 甚至都没有做任何事情 在你的生命当中 Where are you? 你家哪里去啊 蛮好的啊 因为享受那么多年 享受这么多年 神给我们的 2017年的要大大的超过2016年给我们的 假如你不能放下2016年的 你就進不了2017年上帝更豐盛的生命裡面 Amen 這是我要今天跟你們講的 新的皮帶才能夠承受新的酒 不要用立法的舊皮帶 不要用自以為意的舊皮帶 不要用什麼 傳統的舊皮帶 要裝上帝2017年給你最新鮮的新酒 新的意象 新的使命 新的恩膏 新的祝福 你要不要 要 那準備好你這個皮帶 這個皮帶不行的話就完蛋了 我要定做 請那個Morgan把他定做一下 聽上帝氣把Morgan定做一下就可以了 對不起 新的 相對的意義是什麼 舊 對不對 不僅我們的舊能舊思想 還沒有得救的通通都已經過去了 包含我們得到上帝的恩典的過去 也要讓他過去 你不讓他過去 你永遠都不到更新的 你知道前面來的更好的 你不要一直抓住以前有的 你不要一直抓住以前有的 那是舊的一代 你也裝過很好的久貨 感謝主 但是每天要更新你這個人 讓你這個人能夠接受上帝所給你的 中國的話很好玩 中國人說什麼 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 這個應用在鼠林上面 這個新酒中在心皮帶理事 非常好的 舊的真的不去 你永遠抓住舊的 你就永遠沒有辦法得到新的 甚至神過去好的祝福 好的恩典 好的亮光 好的經歷 好的啟示 everything God gave to us before 上帝不用過去是 before 你才會說 新的 而且這新的是更好的 nothing 沒有東西可以代替 今天這位又真又活的神 要給你的 這個時候要給你的 一個最新的東西 今天的問題 有解決今天問題的方法 神不一定用過去的方法 來解決今天的問題 你一直在救過去的裡面的時候 你只想神會這樣做 神就不會這樣做 有人打個箭 昨天 祷告太久了 我請個例子我們快要結束 因為我先趕到後面 我再稍微停一下 這樣子不會 最後的絕集 最好的沒有講到 就把時間都用光了 我們現在慢慢在學習 好 上帝不用救的方法 不常用救的方法 不一定用救的方法 比較正確 不一定用救的方法 我查了四個福音 上帝一字瑕子 有幾種方法 這裡沒有 沒有同步 我講給你聽 在馬太福音裡面有兩個瑕疵 他們到耶穌面前來 耶穌怎麼醫治他 耶穌摸他們的眼睛 照著你的信心給你成全 他們眼睛就開了 這是馬太福音 是第九章二十九節講到的 馬可福音 四個福音都不一樣的方法 第八章二十二節 佛薩拜的一個 瞎著求耶穌 因為可能聽到上一次是用摸的 所以他就跟耶穌講說你摸我 眼睛就可以了 耶穌說什麼 耶穌唾沫在他眼睛上面 然後按手在他身上 最後按照他要求的 用手摸他的眼睛 他就看見 第二 馬可福音說什麼 不是馬可福音講過 路加福音說什麼 十八章四十二節 或是 這個例子在馬可福音重複 在耶利哥城的一個蝦子 叫做什麼 拔迪曼 對不對 拔迪曼怎麼能夠看見的 他說我要得到醫治 耶穌就說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 蝦子立刻看見 就講一句話而已 這女的經驗死的 在最後來 約翰子一 這個像是怎麼得到醫治 今天假如我在教會裡面 不要說我 今天耶穌講在教會裡面 用這樣的方式 醫治蝦子的話 他可能會可以趕出教會 因為舊皮帶裝不了新的東西 我講給你聽 耶穌唾沫在地上 我的天啊 跟你一貨一貨 拿起來 露在他的眼睛上 告訴他去西羅雅的蝦子 洗一洗 他洗完了 一轉身就看見了 所以很多人說 上帝不這樣做事 上帝不這樣做事 你是老幾啊 你還限制上帝要怎麼做事嗎 對 我們是這樣子 我們還有一個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思想 用我們舊的經驗 用我們舊的成功的方式 要來限制上帝 要照我的這方法去做 上帝說我每天都做新的事 上帝說2017年我要做新的事 在你們的生命當中 2017年我要做新的事 在你們的教會當中 2017年我要做新的事 在你們的國家當中 你能不能接受 你不能接受 你就想一下 吐口水在滴上 你想一想 這個事 這是耶穌做的 不是我做的 你不能接受 你就想 耶穌講這樣做的話 你願不願意接受 你們 神做的我們都接受 所以神 沒有一個一定的方法 上帝可以用新的方法 來做 Don't try to 用你的經驗去限制 這位上帝要怎麼做 上帝是今天活著的 祂是Living the God 祂是又真又活的神 祂每天要去知取上帝的 新的恩典跟新的人力 這是每天都是新的 像馬拉一樣 你跟上帝的關係是不是這樣 天天不斷的更新的生命 會使你屬於你的生命 不斷的成長 不要留在過去的裡面 好不好 好 我們看一下聖經節 一起唸 來 雖然毀壞 內心卻一天心事一天 我們這自占自卿的苦楚 為了我們成就其中無比 永遠的榮耀 日日更新的生命 使我們越延長 我們就越成熟 越 你們 要有日日更新的生命 才會成長成熟 沒有日日更新的生命 很可怕 我先把老子講完 越來越來越像我們的主耶穌 從你成熟 老練的生命裡面 散發出 耶穌基督生命的 新香的氣息出來 使我們的父神得到榮耀 雖然你的肉體一天一天的衰殘 但你有把我們的神是我們的心 是我們的力量 又是我們的福分 直到永遠 對不對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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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假如照著 不斷更新的生命走的話 神一定使我們是一個 更豐盛的生命 假如不是的話 我們又老了 又變醜了 不會 當然不會年輕的時候是蠻漂亮的 因為人家說這個老不死的 老不凶的 一個醜陋的老人 假如你不更新你的生命 你老了就會變這樣 我看到有很多年老的長輩 給我們很好的榜樣 在他的生命當中 我們看見那個 屬靈生命 豐盛生命的成熟老練 跟恩典 有沒有看過 有 年輕的你看不到 有 所以剛剛年輕的老牧師 就是這樣子的 我們以前的老的牧師 就是這樣子的 真的是很美的 越老越美 阿門 阿門 一年用在化妝品 使你變美的錢 有多少你知道嗎 幾千億 但是最好的是什麼 便急的 不用錢的 讓上帝的生命在裡面 不斷的更新 阿門 最後一點 再丟一點點 我還是敢玩的 必須持定 堅定 持守所有的 那個酒飯進去的以後 你知道裡面有多精彩嗎 皮帶裡面有多精彩嗎 冰冰冰冰的喔 是不是 發酵 滲透到皮裡面去 皮必須要什麼 撐開來容納它 哇很精彩 這裡面一定很精彩 你知道上帝的新的酒 進入我們生命喔 上帝的新的意向 新的使命 進入在我們的生命當中的時候 激動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的生命變成什麼 很精彩 很精彩 新的酒必須 新的皮帶 必須 hold住這個 very strong and powerful 的星球 在裡面滲透 發酵 無殘 對不對 你知道人生 有許多什麼 意料之外的事情 對不對 這也是在 意料之中的事 聽不懂 太有邪問了 人生很多事情不是你能控制的 不是你能 要怎麼樣就怎麼樣的 在意外之中的事情 應該放在你的意料之中 人生就是這樣子 中國人講人生什麼 無常 無常 不一定有一定的常規的 你今天要做事 它就變成那樣子了 你今天去買股票 以前這樣的人 這種你買了以後 就跌了 你去買房子的時候 那時候我有朋友 看我做developer 你賺錢 他就去弄很多錢 在我之後 我去買了地 買了房子 開始蓋 等到他蓋完的時候 沒有人要買他的房子 經濟不好 看人家賺錢 我無益 沒有這麼容易 對不對 好 人生是這樣子的 所以神偉大的作為 跟能力 impact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會超過我們 所能夠想像的 不要限制上帝 讓他drive your life 你的life就會完全不一樣 要堅定持守 那個裝入你 皮帶當中 所有的新酒 Don't give up 要堅定 要持守你所有的 四邊是六邊 最後三個聲音節結束 好不好 我今天其實沒有用很多時間 但是因為時間比較緊 對不起 來練一起 預備一起 神是我們最大的 生命當中最大的祝福 你們有的詩歌很好 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認識主耶穌 今天沒有要唱這首歌 OK 上帝是我們生命當中 最大的祝福 為什麼呢 因為祂是我們擁有最美好的所有 也是我們所能夠在世能夠得到最好的所得所擁有的 因為我們是祂所愛的兒女 而且我們所得的產業 上帝為我們持守 因為我們不是祂的兒女 你不要以為你自己守得住 守得住 但是我們需要堅定的靠著上帝 持守上帝給我們的這一份 第二個 格林多前書四章 一起念來一杯 請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華氣裡 要顯明這莫大的人力 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 下面的經文我沒有在你們唸 要顯明這莫大的人力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 所以無論遭遇多大的困難 我們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 卻不自失望 遭逼迫 卻不被丟棄 打倒了 卻不自死亡 因為那個 在我們裡面這個寶貝 是什麼 是主耶穌基督的生命 就是這個心絕 莫大的人力是從這裡出來的 不是我們這裡能幹 不是我們這裡做很好的選擇 假如我們不能改聖經 但是這裡可以把它換成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我這個心皮帶裡 要顯明這莫大的人力是出於上帝 你們 我們就是這個皮帶 對不對 剛剛 我們都查出去 好 所以無論遇到新皮帶 必須要能夠contain的新酒 使之得到保全 而成為許多人的歡樂和祝福 最後一個聖經節 在寫書第三章 寫書到寫書有七個教會 五個教會都受到責備 只有兩個教會都受到責備 這是菲拉姐妹的教會 是其中一個沒有受到責備的教會 我們一起來念 什麼持守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你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 保守你 免去你的試煉 我必怪他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奪去你的幻影 所以我們要遵守上帝的道 我們要忍耐遵守上帝忍耐的道 然後怎麼樣 我們要持守上帝給我們的 不要放棄 我們所有的上帝要給我們力量 可以來持守住他 要伸守 要忍耐 要持守所有的 必得到 有一天必必得到冠冕 好結論 新的一年當中神賜給我們新酒 新意向新使命 新的恩膏給我們 還有我們的教會 要把這個新皮帶預備好 這新皮帶是誰 哈囉 你講到這裡都不知道是誰的話 就完蛋了 新皮帶就是我們這個人 在這新的一年當中 我們總好預備我們這個人 那我們不只是從生得救新造的人 我們是日日更新著生命的人 我們是堅定指守上帝所給我們的人 那麼我們就會成為這個新的皮帶 那麼這個新酒就可以 在這2017年進入我們的新的皮帶 完成上帝 讓我們指令 我們這個教會要成為一個新的大皮帶 讓新酒進來 對不對 好我們剛才的禮書 一起來 念最後一個神秘節 來一杯 敬 我們現在叫你喜歡可以上來 我們要唱歌 就是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 從上面找我來得的賞識 所以我們要忘記什麼 背後努力什麼 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面 從上面找我來得的獎賞 我們來站起來 唱這首詩歌我們就結束 好不好 剛剛唱的 你們都挺熟的 可以嗎 好 燈關小一點 我們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來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發現 你們就不知道嗎 我必在曠野開道路 在沙漠開家的 上帝要帶我們這個教會 給我們新的立向 新的方向 來 由今把地設定發出 從最高的山到海洋深處 神的耳鳴要造一首新歌 我可想要做新事 旧的事都已經過去 在基督裡一切都要更新 從中心裡 堅持人們通過 我可以看得到 我可想要做完 我可以看得到 你身手 不會看得到 您的物語 我會看得到 你身手 您身手 你的側側 你身手 你身手 在佛祈 你身手 你身手 好敞开 等把心打下来 神我独的荣耀 掌揭 全地都要渴望 如海 荣耀的处 我愿意来 神灵的命 开解心的意乡 你要做新的事 在我们手前 向上帝祈求 祂可以做新的方向 新的目标 新的能力 新的恩兆 新的恩兆 再会一起 Kids 来 来 再来 请 神灵的法疏 从最高的山大海亚深处 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 我们神要做新事 旧的事都已经过去 在基督里写荣耀的心 心的眼界 心的异乡 心的故事 心的方向 全体荣耀和万 富豪 荣耀的树 我愿意来 天药伤胎 能静倒下来 神我独的荣耀 掌揭 全体都要渴望 富豪 荣耀的树 我愿意来 神的命令 感觉心的异乡 你要做新的事 再说 能从前 全体都要渴望 富豪 荣耀的处处 愿意来 全体一个人都渴望 尊重鸦耀 没有 sale 损 stro boch 最重要的藏仙 最重要的花 不怕 最重要的树 我愿你的爱 神灵的命 看见心底下 你要做心 你是所爱的圣众的终结 一句导标 天父我们感谢你 主要所心事在我们的当中 主要将心酒 浇灌在我们这个心底带里 主要我们在2017年 预备好我们自己 来领受你的心酒 让你的心酒 在我们的皮带里面 那个power 那个很强的能力 来流转改变我们的生命 主要是我们说 你要做心事 你要在旷野开道路 你要在沙漠开讲和 你要在我们心灵的旷野 你要开出道路出来 在我们心灵的生命的沙漠里面 要开出讲和出来 因为你是做心事的上帝 主让我们这一个行的皮带 能够接受你的心酒 你在这2017年 注入在我们里面 来成就你伟大的工作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要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讲一些荣耀的贵运 主要今天早晨的信息 在新年的第一天 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不断的向我们来说话 不断的来提醒我们 不断的来鼓励我们 在我们生命当中 来爆炸你生命的能力 你重新认识你这一位 当今又真又闻上帝 要做我们的一件事 谢谢主耶稣 将荣耀对耶稣 共耶稣的名祷告 请坐 最后一件事情 你们去年一月写的那个赞 你们去年一月写的那个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去年一月写的那些